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妈骗我说这次相亲的是一个金融才俊,不仅收入高,以前还是个校草。 我不信,毕竟每次她骗我去见面的时候,都是这么说。 结果去了才发现,这次她真没说错,确实是我高中时代的学霸校草。 而且我曾经还给她遞过情书,她依靠在门边倾校,沈老师别来无恙。 我转身想逃,被她一把抓住,沈老师不走一下流程吗? 我嘴硬,不好意思,我忘记了,晚上要给小朋友补课。 据我了解,现在双减不补课,有延时服务,学生们等我呢。 沈嘉然,你别骗我,今天周末,服了这个老六,我决定坦白,承验出,咱们就不耽误彼此的时间了吧。 我没觉得耽误,她歪着头,笑得轻快,仿佛忘了以前的事情一样。 还是说,沈老师忘记了,当年给我写的情书了,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咬牙切齿冷笑,笑草情书多,难为你还记得有我这个无名小卒了。 她抽出已经泛黄的纸张,在我耳边念道,如果可以,长大真想嫁给你。 正经人有随身携带人家情书癖好的,我咬了咬牙,承验出,明天民政局见,你敢吗? 乐意奉陪,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我捧了个红本本出来。 走出民政局,我都还一脸猛逼的状态。 旁边的承验出盛情邀约,要一起去吃饭吗? 不了,送我到学校吧。 只要我不说,就没人会知道我英年早婚的事情了吧。 那晚上来接你下班,你们金融男这么闲的吗? 也不是,毕竟是新婚第一天,还是把这个消息发到了闺蜜群里。 沈佳然,你这么狗,背着我们结婚了? 是谁特么说要姐妹单身到老,一起去养老院的? 重点错误,你跟谁领证了? 我又把我跟承验出的照片发了过去,群内沉默了一分钟。 然后这两个人直接发来了六十秒语音。 接着是刷屏消息。 沈佳然,你是我的姐。 沈佳然,你特么居然把高中校草搞定了。 校草不愧是校草。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么帅。 请我们吃饭,我要近距离看。 这特么是中多少女生的梦啊。 我敲字,实不相瞒,我跟程艳初还不太熟。 不熟,多睡几次就熟了。 挖草,真特么是醉过。 我以前还歪歪过校草,结果现在是闺蜜的老公,好羞耻啊。 不羞耻,那些梦,我也做过。 晚上,我故意磨蹭到人都走没了才下班。 一出校门,我就见过了靠在车边慵懒闲散的成宴处。 就还是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的人。 想打一声招呼,又觉得好尴尬。 于是我灰溜溜地坐进了副驾,然后稀里糊涂地回了他家。 他在门口把指纹给我录进去了。 还不忘说,以后可别走错了家。 老婆,我一个机灵,使劲揉了揉脑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不会是一个梦吧? 成宴处高大的背影走在前面。 我走过去狠狠掐了掐他的腰,前面的人愣住。 我问,你痛吗? 背对着我的成宴处轻笑道,你觉得呢? 成宴处,这真的不是梦吗? 要不你打打我,让我赶紧醒来。 肯定是梦吧,对不对? 我就是因为得不到你,所以才在梦里一吟出跟你结婚的事情,对不对? 他没回答我,在原地停顿了几秒后,转过身来。 然后慢慢走近我,开始松领带,再是解开了袖口的钮扣。 然后是拆手表。 我自觉往后退了退,呈验出,你干嘛? 他笑得射人心魄,沈老师,那按照你做梦的流程,现在是夫妻生活环节。 啊呀,我心脏都要跳霉了。 我条件反射般捂着脸,从指缝中看他,能听到震耳欲聋的心跳声。 他轻笑着拿开我的手,害羞了。 我赶紧背过身去,才没有,实际脸都不知道烧成什么样了。 听到他的脚步离去,我才敢回头来。 像想起什么似的,我跑到程艳出的身边, 喂,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约法三章的制度出来? 什么? 程艳出淡定地倒了一杯水递给我。 我仰头喝完,我们这种没感情基础的闪婚,不都是要这样吗? 财产公正,各花各的,互不打扰。 对方有喜欢的人时,就退出。 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 怎样? 他挑眉看我。 心跳漏了一拍,不得不说,程艳出真的好帅。 以后要是生个女儿,一定像他一样好看。 不不不,我挠补个什么劲啊? 现在是要谈条款的时候。 我咬了咬唇,开始输出,我知道。 你肯定基于家庭原因妥协。 我也是的,所以我们也不去纠结以前谁喜欢谁的事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两好好过日子。 程艳出似乎是被我逗笑了。 说说你的建议。 他坐在沙发上,一副好整以侠的样子。 我赶紧从包里掏出了纸盒笔。 这么大的事情,父母肯定是要先告知的。 听你的安排。 他回。 然后个人财产,看须不需要公正。 不需要,都是婚前买的。 现在结婚了,你要是想加明或者是转让,我可以配合。 不不,这倒是不用的。 我连忙摆手。 然后就是,以后我们要住在一起吗? 你想分居。 程艳出似笑非笑问我。 按理说,结婚是该一起住的。 但是,一起住,就会发生刚才说的那件事吧。 我脑袋一下子空了。 心跳又开始加速。 摸了摸鼻子转移话题。 那,我们各自管自己财产吗? 说吧,程艳出从包里掏出了几张银行卡出来。 这张是我的工资卡,密码是你写情书的日子。 这张是我固定的理财,密码一样。 这两张卡,你随便用,家里的开销,要添置的东西,你说了算。 我还有一些钱在股市和基金里,这部分的话,就由我贷管。 你的钱吗?你自己留着吧。 我就说了一句,他说了这么多。 呆呆地看着桌上的卡,我不敢去拿。 程艳出直接塞在了我包里,轻笑,你说要好好过日子。 那么老婆,我的全部身家都在你手上了,你可不能跟我离婚咯。 我人都傻了,就这么捡了一个老公回来吗?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他站起身来问我。 我仰望着他。 落日的余晖印在他脸上,让我想起当年帝情书的场景。 他穿着蓝色的T恤,整个人清爽又醒目。 我骑车跟在他的身后,然后在他停好车的时候叫住了他。 程艳出,背着手紧紧捏住了那封信。 我花了好久的时间,找闺蜜们揣摩了很久的用词才写出来的。 他转身,然后微笑。 金色的光芒打在他身上,一下子就击中了我的心。 紧张得不行,手心里都微微在出汗。 嗯,少年的声音里透露着疑惑,你找我。 我点了点头,然后把情书塞在他手里,就骑着车飞驰而去。 汗水打湿了后背,后来当然是没有回应。 毕竟,他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吧? 不是一个班,没有共同的朋友,连交流的机会都没有。 只有在偶尔的篮球场上,升旗仪式上,课间操上,才能小心翼翼去窥探他的身影。 后来呢?没有后来。 我们没有交集,他高中毕业后去了知名府邸,我就在隔壁也大。 他在知名金融公司上班,而我回到大副小当老师。 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条街。 沈嘉然,程艳初叫醒我。 啊?没有了?那等我换件衣服一起吃饭? 好。趁他换衣服,我把纸笔收拾好,装进包里。 看着他家,一尘不染。 冷淡的,没有一点人情味。 不像我的房间,还贴着当年喜欢乐队的海报。 还有整面低照片墙。 不敢想象,我就要跟他住一起了吗? 我们两一拍脑袋决定的事情,连家长都没有通知。 还是得缓缓先。 走吧,想吃什么? 我站起来,都行。 附近的吧,早点吃了,我先回家。 他盯着我看了一眼。 我马上脸红了,就是,没有见家长前,我们暂时不要住一起吧。 行,听你的。 程艳初这么温柔听话的吗? 还是因为我们结婚了,才基于此对我好呢? 找了家还算好吃的中餐馆。 捧着菜单,我没过脑子,直接按照以往相亲流程问道, 你付,还是给。 程艳初笑得名模好尺,家里的钱,都在你哪儿了? 哦,我忘了。 要习惯有我,沈老师。 我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 反正他的卡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于是我招呼服务员来,你们店最贵的菜。 挨着上三个。 程艳初端着水杯闲闲看我,沈老师,我们还需要自我介绍一下吗? 介绍人没跟你说我的情况。 哦,说你大毕业,现在是小学老师。 然后呢? 没说我身材好,长相气质佳。 没了? 你要补充吗? 呵呵,那我就是这个情况。 我摆烂了,反正爱谁谁,都结婚了还能离不成。 你没有什么要问我的。 他依旧笑得明媚。 程艳初一中笑草,上了Q大,金融才俊。 嗯,我认为了解透了。 我针锋相对,也不知道自己在别扭什么。 程艳初淡定接招? 哦,也没关系,以后多的是机会了解。 我默默喝水不说话。 迟到中途,我出来上厕所,结果好死不死,遇到了同事李晴。 我最烦他了,又谄媚又失利眼,还喜欢在办公室炫耀自己嫁了个好老公。 他之前还给我介绍了一个三十多岁离婚待娃,身高不到一百七十的表哥。 被我拒绝后,天天在办公室里说我眼光高。 我想当作没看见。 晚了,他的眼睛就跟有雷达一样,锁定了我,然后冲了过来。 沈老师,你也在啊,怎么,又来相亲? 我在心里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 但脸上依旧露出假笑,啊,来吃饭的。 我们也来吃饭,方便的话,一起。 很想说,不是太方便,但碍于同事面子。 哦,我们快结束了,你们先吃吧,不打扰你了。 谁知道,他把他后面的人直接地拉了过来,我老公,帅吧。 沈老师,别介意,大家都是同事吗? 我看过去,不得不怀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戴着个眼睛的斯文男而已。 这也值得炫耀。 我面露难色时,程艳出从包间出来,看着我笑得想让人犯罪。 老婆,你同事啊。 不得不说,这男人十年前帅死个人。 十年后,魅力依旧不减当年。 一出场,直接就秒杀了在座所有男人,包括他老公。 李晴愣了愣,我看到他的笑容僵在脸上。 片刻后,问我,沈老师。 你结婚了? 哎哟,怎么不早说呢? 害我还到处给你物色对象呢? 我谢谢你八大一乐。 真的很烦,办公室要面对这样的人。 出来吃个饭还不清静。 我真的是怕了,于是直接挽着程艳出的手,老公,这是我同事李老师。 李晴看向程艳出,露出少女般娇羞地笑,你好呀,我是沈老师的好朋友李晴。 可别,我们只是萍水相逢的工作关系。 我们一起搭班的,从来没听沈老师提过你呢。 这是,挑拨离剑来了? 哦,是吗? 可能,我有点拿不出手吧。 程艳出反手跟我食指相扣。 这特么说的是人话? 有这么凡尔赛的人吗? 李晴露出夸张的笑,沈老师,你老公真有趣。 我捏了捏了捏程艳出的手,他开玩笑呢。 还没结婚,婚礼一定邀请你们来,我跟家家还要去挑婚纱,就先走了。 程艳出全程保持着礼貌,又让人心情愉悦的笑容。 让人不得不感叹一句,金融男的嘴,骗人的鬼。 出来后,我撒开他的手,他挑眉看我,用完就踹。 我这工具人实锤了是吧? 我咬了咬牙,要不,先送我回家吧。 他笑,真可怜,今天我要独守空房了。 这男人再释放他的男性和尔蒙了。 稳住,沈佳然,不能被美色诱惑。 晚上回去,我妈才想起,问我进度如何。 我躺在沙发上,一脸疲惫。 哦,扯完正了,明明在看电视的我妈跳了起来,看来平时广场舞没白跳。 真的,我点了点头,已经生无可恋。 沈佳然,那今年能让我抱上孙子吗? 你要是想,我当你孙女,叫你一生奶奶,行吗? 她没跟我计较,我听见她兴冲冲地打电话去了。 那声音无比亢奋。 我就说,有感情基础的问题不大。 亲家,我也都才知道。 那行那行,亲家,明天一起吃个饭,聊聊婚礼细节。 然后,她蹬蹬蹬跑出来,明天我穿这个如何。 我看着她身上的大红旗袍,竖起了大拇指,挺好,能给我找个新爹来。 我爸笑得咯咯咯的,被我妈骂,笑啥笑,啥也不是。 我跟我爹相识一眼,当作没听见。 反正家里又不是我们俩说了算。 第二天,两家人见面。 根本无人在意,我跟程彦初先斩后奏的决定。 他们聊着婚礼细节,全然把我跟她排除在外了。 程彦初为了照顾我,帮我加菜,给我倒水,再给我擦嘴。 我突然有一种,如在梦中的感觉。 吃完饭,程彦初这男人又来挽着我的手,晒幸福恩爱。 我在看不到的角落摆他一眼,程先生,以后多的是时间。 也是,按照现代人平均年龄八十岁来计算,我们还有五十三年的时光。 我愣住,望着天上的月亮,我在心里感叹。 见面第三天领证,没人比我更快了吧。 程彦初为了表现,给自己的爸妈打的车,然后开车送我爸妈回去。 我回去后,就上了个厕所的功夫。 出来后,发现客厅里整整齐齐放了几个行李箱。 我妈过来,扯着她好看的女婿,彦初,家家,就麻烦你照顾了。 妈,我只是结个婚,不至于连家都没有了吧。 我妈双手抱胸,这是我跟我老公的家,你都结婚了,祝你老公家去。 我看向我爸。 算了,我爸又没有家庭地位。 我看向程彦初。 她吃笑一声,语气咸咸。 我老婆,我肯定会好好照顾的。 于是我撒泼耍赖抱着我妈的大腿不撒手。 结果我爹这个叛徒,直接伙同程彦初,把行李都搬走了。 在车里,我如坐针扎。 太快了吧,真的太快了吧。 我要跟程彦初同居了,我简直不敢想。 下车后,我跟她一人推着一个行李箱回去。 看了一眼主卧。 我咽了咽口水,呈咽出,你不会对我做什么吧? 你觉得,我会对你做什么? 我闭上嘴,赶紧推着行李箱去了客卧。 须在门缝里问她,有多余的四件套这些吗? 衣柜里,我帮你吧。 看人家光明磊落的样子,好像我真的想多了。 更何况,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 如果她要求的话,也是合情合理的。 拍了拍胸脯,我告诉自己要尽快适应自己已婚的生活。 她从衣柜里抱出棉花,给我铺好。 然后,我们一起塞枕头,套被子。 没有人说话,但气氛温柔的不像话。 临走时,程彦初说,卫生间里什么都有, 好像没有拖鞋,要不你先穿我的。 我点了点头,也只能这样了。 把鞋塞进鞋柜里,跟程彦初的鞋并排着。 好像,是有点不一样的意味了。 呼到晚安后,我躺在床上,有一种陌生的奇妙感。 我跟她上班时间差不多,起来时,程彦初已经在客厅里的跑步机里,大汗淋漓了。 汗水打湿了她的衣服,露出了结实的身材。 我赶紧背过身去,突然想到,我好像只穿了睡衣出来,又赶紧回去换好。 听到了卫生间里的冲水声,我在心里感叹,她的经历可真好。 冰箱里有挺多食材的,没看出来,她还挺会过。 拿出鲜牛奶和吐司,出来去微波炉加热了一下。 程彦初换好了衣服出来。 早啊,随便做的,你先吃,我去洗漱。 侧身而过的时候,轻裂的薄荷味侵入我的鼻子里。 出来后,她还煎了两个鸡蛋。 吃了我送你。 你平时都在家吃饭吗?我问。 我六点起来跑步,然后做早饭吃了去上班,一般会去得比较早。 头发因为刚洗完,半干不干的样子,更有一种少年感。 我心虚地把眼神收回来,那你送我的话,会不会不方便呢? 没有,顺路。 我嗡了一声,低头吃饭。 我们俩,好像共同语言还不算多。 她把我送到了校门口,刚下车,就遇到了李晴。 沈老师,哟,你老公送你来的呀?你们感情这么好吗? 不是很想理她,我假笑。 嗯,李老师早。 她直接过来挽住我的手套近乎。 沈老师,你这是闪婚吗? 嗯,这也看得出来吗? 我没回,李晴继续说,闪婚哦,没什么感情,很容易出事的。 我看你老公长得好,开的车也好,男人的心和男人的财产,你总要抓住一样。 想了想包里了银行卡,我也没去查过有多少钱,不过财产算是在我手里的了吧。 我突然想到程艳出说,密码是我告白的日子。 心里一咯噔,她该不会是,以前就喜欢我吧。 我快下班的时候,给程艳出打了一个电话,过了好一会才接。 怎么了?你下班了? 嗯,你呢? 很想问,但是没有铺垫,又问不出口。 在开会,可能还得一会,我待会看会议的情况,如果早下班就来接你。 那你先忙。 我挂了,然后在办公室里整理教案,但却心不在焉。 看了看时间,我决定还是先回家好了。 正要给程艳出说一声,她却发来了消息,晚上有个推不掉的应酬。 你先回家,乖乖吃饭不等我。 我回了一个恩,在她家楼下买了一些县城拌菜,想到她肯定会喝酒吧。 我又折回去买了一些梨。 房子很大也很空,我从小跟爸妈一起住,习惯了回去就有人的场景。 自己一个人在家,其实有点不习惯。 洗漱完,我躺在沙发上追剧。 谁知道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直到感觉沙发陷落,才睁开了眼睛。 那是程艳出,她喝了挺多的,脸上有飞色在。 她定定地看着我,我心里一下有点紧张。 你回来了? 怎么不早点进去睡? 我坐起来脱口而出,等你啊。 不知为何,总觉得她脸上有片刻的惊讶。 我起身往厨房走去,我给你熬了一点梨汁水,喝点醒醒酒吧。 出来时,她正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衬衫解了几颗扣子,能看出她性感的猴结。 我淡定坐在她旁边,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起来喝点再去睡吧。 她睁开眼,似笑非笑看着我,旅行妻子的关心吗? 心下动了动,我没说话,把碗递给了她。 她喝了一半后,看着我,很甜,你要尝尝吗? 我没有加白糖,加的是蜂蜜,听她这么一说,我凑过去。 然后就着程艳出的手喝了几口。 刚喝完,她把碗放在茶几上,然后下一秒,就搂着我的腰俯身下来,密密麻麻地稳落下。 周身是淡淡的酒气,唇齿间是离得清甜。 我的脑子都空了,反复地缠绵,让我气息不稳。 推了推程艳出,她反而更变本加厉了。 我瞪大眼睛,捏住了她网上的手,挣脱了她的颈骨。 她一下子贪婉下来,俯身在我肩颈,对不起,吓到你了。 我没说话,也不知道这算是什么,我们俩已经结婚了,这种事是正常的。 但是,我又总觉得缺少点什么。 诚如我说的,结婚就一起好好过日子,那我又干嘛要推开它呢? 我摇了摇头,我扶你回房。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各自忙自己的。 程艳出没有太加班,基本能回来吃饭,饭菜都是她在做,我只负责洗碗收拾。 就颇有一种相敬如宾的感觉。 但每次想起那个醉酒的吻,我心里又一阵发烫,不知道在期待着什么。 周末,闺蜜两人约我们去隔壁市,说要一起去吃月尊大人家的闸串。 这段时间,我们三人一起追剧讨论剧情。 每次我在客厅里看得起劲羞涩尖叫的时候,程艳出都会皱眉。 仿佛下一句就要问出男人们都会问的那句话,这男人哪里帅了。 直到开车,接到我那两个闺蜜,陶陶和星星时。 他们两人在车外激动地手脚并跳,我知道笑草像谁了,简直太像男二了。 坐上车后,陶陶点开了男二的视频,逼到我面前,你再看一看,是不是很像,尤其是穿T恤的时候。 星星,天哪,你说我们是什么福气啊,居然可以让笑草开车,载我们去吃闸串。 程艳出轻笑,别,能当司机才是我的荣幸。 陶陶,不过我之前八卦听说笑草不是在的是吗? 程艳出目不转睛看着前方,嗯,不过父母年纪大了,就回来了。 星星,哦,我以为是专门为了我们家沈佳然来的呢。 脸一阵发烫,我开口,别瞎说。 谁知道,程艳出居然没有反驳,也有一部分原因吧。 嗯,后面两人打去嘘了一声,我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偷偷用目光看成艳出,她嘴角勾起了微笑,一下子转过头来,跟我四目相对。 吓得我又感觉把眼神放到其他地方。 陶陶,原来你们早就暗度陈仓了。 星星,好久办婚礼,我要来当伴娘。 陶陶,笑草的朋友,肯定也是帅哥。 笑草,你身边有单身的,麻烦照顾一下我们俩。 一路上,他们两人叽叽喳喳的,程艳出好言好语,回复他们各种问题,非常有耐心。 我突然想起来,原来以前我根本就不了解她。 一直以为她是高冷的,不善言辞的,巨人千里之外的。 可最近生活在一起后才发现,程艳出好像一直都是温柔的,情绪稳定的,真诚的。 到了后,我们才发现,低估了粉丝的力量,全部都是人。 于是大家打算先住下来后再去排队。 结果酒店都爆满。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却只有一个大床房和标准间了。 没多想,我们赶紧定了下来。 等后知后觉,我才发现,那岂不是,今晚我要跟程艳出睡在一个房间里。 我们打卡吃了很多东西,回去后我直接就四仰八叉躺在了床上。 真的,太撑了,这一天哪吃得完这么多东西啊? 那我先去洗澡,你躺着休息一会吧。 然后程艳出打开行李箱,把自己的睡衣拿了出来,走进浴室。 我却没来由的一阵燥热。 行李箱是我收拾的,想着就出来住一天,不可能一人拎一个。 所以我就提议让程艳出把他的东西放在我这里。 其实他也没什么,男人嘛,都比较简单。 但是装到苦茶子的时候,我还是免不了脸红。 我赶紧去把我的睡衣拿出来,以免等下碰到他,更尴尬。 他出来后,已经穿好了衣服。 我根本不敢看,我也去了。 走进满是热气的浴室,我感觉整个身体都在发烫。 磨蹭了很久才出去。 程艳出提议,我去找前台再要一床被子吧。 今晚我睡沙发,想点头的时候,陶陶两人过来敲门。 然后我们四人又一起玩了一会排。 等送走他们后,都停晚了,再去要被子,不仅要加钱,关键是被他们俩知道了,肯定要编排我。 于是我说,我们一人一编吧,两米的床,凑合一碗倒是可以将就的。 你,确定吗?我点了点头,率先躺了上去,今天好累哦,你也早点睡吧。 然后侧着身,赶紧闭上了眼睛。 察觉到程艳出把各个灯都关了,只留下了走廊里的小灯。 接着,身边的位置陷落。 我紧张到手心都是汗,还装大肚,我先睡楼。 听到程艳出的声音,就在我边上,轻笑,好。 其实,我压根睡不着,两人身上同样的气息,就很暧昧离奇。 再加上这么多年,我都是自己一个人睡觉,身边一下子多了一个人,根本没办法快速适应。 但是,我跟程艳出都很有默契地没有说话。 仿佛谁先开口,都会把彼此之间的平衡打破。 翻来覆去很久,迷迷糊糊到了后半夜,我被雷声惊醒。 条件反射地想去打开台灯,却不小心滚到了程艳出滚烫的怀里。 她的臂膀皆是有力,呼吸营绕在我面前。 要逃的时候,被她快速落下地吻风住了。 我以为要发生什么的时候,程艳出突然放开了我。 哑着声音说,我去洗澡,听着哗哗的水声。 我直接羞红了脸,藏在了被子下面。 第二天,我们又吃了很多东西才在下午返程。 把闺蜜们送回了家,我跟她谁也不敢提昨天发生的事情。 整理行李,收拾后续。 程艳出提议,晚上就在家里吃点清淡的。 我们又一起去超市采购,程艳出推着车,我边看边采购生活用品。 那吃汤锅吧,我们去买点素菜。 这几天吃了太多上火的了。 行,少买点菜,我怕你眼睛大肚子小,吃不完。 不可能,吃得早就消化了。 如果你做得好吃的话,我会给你捧场多吃点。 我做饭好不好吃,你不知道。 那不一样,炒菜和煮汤又是两码事了。 然后我指挥着她买了食材,在要结账的时候。 我脑子一抽,顺手就把货架上的小雨伞放了进去。 等意识到什么的时候,再想收手,已经来不及了。 我都不敢看程艳出的表情。 耳朵尖都红透了。 默默走在前面,等结账。 她淡淡勾着嘴角,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晚上围着小锅,我跟程艳出聊了很多。 从高中一路聊到现在,程艳出没有任何隐瞒。 一五一时把我想知道的都给我说了。 躺在沙发上追剧的时候,我问她, 你说密码是我告白的日子。 程艳出,你该不会当时也喜欢我吧? 学生时代的喜欢,是青春的懵懂情愫。 现在的喜欢,才是实实在在握在手里的喜欢。 是想要和你共度余生的喜欢。 我被程艳出突然地告白整蒙了。 那你后悔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就算当初的喜欢,也早就没有那么多痕迹了吧。 就像我对她的感觉,当年很喜欢,可是没有了回应后,日子照样再过, 生活并不会因为程艳出没有给我回应,就过不下去了。 可能是我当年对她的喜欢,也只是远远地欣赏,也并没有期待着下一步能发生什么。 我料想她也一样,可能是当天告白的时候,落日余晖太美了, 才会记得那么美好的瞬间,以及当天的日子。 她俯身下来,摸了摸我的脸,现在的我,能给你富裕的生活,和相对的自由。 如果高中就谈恋爱,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我不后悔当年的决定, 因为命中注定的人,迟早会相遇。 程艳出的声音太坚定了,我把之前小心翼翼地试探,和不着痕迹的心动都化为了一个拥抱, 然后再互相交出了彼此。 那晚后,好像我跟她的感情有了质的变化。 也没人开口,但我还是悄悄搬过去跟她一个主卧了。 没那么拘束了,也会使唤她做事了。 比如现在,程艳出,快点出来晒衣服。 来了,你就每次都让我自己晒,一点都不关心我。 我以为你喜欢这种感觉,才不是。 你就是想偷懒对不对,那你想让我干什么,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好呀,那今晚去吃火锅,你请客。 程艳出笑了笑,非常荣幸。 没想到,在火锅店里遇到了程艳出的同事,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女生,过来跟她打招呼。 程艳出只淡淡微笑,这位女同事直接提议跟我们一起吃。 本来这家店排队确实酒,我虽然以前也跟其他人拼捉过,但是这次没有来的心里很不舒服。 会不会打扰到你们呢? 她问。 程艳出没有说话,我假笑,还好,你一个人的话,不知道要等多久,就一起吧。 这个女生坐下,眼神看向我。 程艳出介绍,这是我同事,周薇,这是我老婆,沈嘉然。 听到老婆一词的时候,周薇脸上出现了惊讶的神情。 只一瞬,她就笑颜如花,没想到,你居然英年早婚啊。 我喝水掩饰不悦的情绪,而这位女同事就跟有社交牛逼症一样,一直在说他们公司的一些事情。 我本来就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她好像就是故意一样,还专门剪着跟程艳出的事情说。 吃到一半,我就借口上厕所离席了,气都气饱了。 我在外面的小阳台站了一会,听到身边的脚步声,抬头过去,是程艳出。 我没说话,也不想理她,又转过了头去。 她走到我面前,拉了拉我的手,不高兴。 没有,我把头转到一边去。 她又歪着头看我,还说没有,嘴巴都倔到天上去了。 我双手抱胸叹气,我不喜欢你哪位女同事。 程艳出耸了耸肩,我也不喜欢。 转头过来看她。 她继续说,本来是想跟你过二人世界的,谁会喜欢被人打扰呢? 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心里一下很甜。 嘴角也有点松动。 她牵着我的手,那咱们赶紧吃了,等会家楼下吃烧烤补上。 我点了点头,任由她拉着我的手回去。 周围看到我们回来,脸都有些不自然。 饭局很快结束,我们散步回家。 是觉得在程艳出的心里,我是重要的。 一路上我都高兴地手舞足蹈。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某天九点的时候,接到了程艳出的电话。 她跟我说过,有应酬,会自己叫代驾回来。 结果接通后,是周围的声音。 沈佳然吗? 程艳出喝醉了。 哦,我送她回家,方便吗? 我费都要气炸了,发我一个定位吧,我来接。 那我用程艳出微信发给你。 没事,你给我说名字,我能找到。 行,我赶紧换了衣服,打车过去。 进去的时候,就只有周围和程艳出两个人在了。 今天,确实没办法,我也没拦住她。 程艳出躺在包间的沙发上,确实是不太清醒的样子。 嗯,谢谢你,我带她回家。 你好像对我有很大的敌意。 周围微笑看着我。 觊觎别人老公的人,放在谁身上,都会是我这样的反应吧? 难不成,我还要感恩戴德对她说一句,谢谢你看得起我老公吗? 周围神色微变,但很快收拾好情绪。 擦身而过的时候,周围看着我笑得灿然,沈佳然。 你跟程艳出根本就不合适,何必抢求呢? 脚步顿了顿,程艳出的全部身子压在我身上,让我有些不稳。 但我依旧转过头,直视着她的眼睛,如果你要翘墙脚的话,那我告诉你,一辈子都不可能。 你只是一个小学老师,而程艳出是金融才俊,你们之间的差距会慢慢变大,现在快乐,只是以后的枷锁而已。 谢谢你的忠告,你不知道吧? 程艳出爱了我十年,是我当初拒绝了她,劝你不要在她身上费功夫了,如果她要是喜欢你,你又何必还在这里挑拨我跟她的关系呢? 周围皱着眉,我继续冷笑,我对我老公有绝对的信任,你放心,她只喜欢我这一款的,你这样的,她不喜欢。 把程艳出扶到后座,我伸手去掏她的车钥匙,摸了半天后,被她一把搂住后腰,拉进了怀里。 她睁开迷蒙的眼睛,老婆,你来了?还知道叫老婆,看来也没太醉。 我把钥匙拿出来去开车,没好气,转头狠狠骂她,程艳出,下次不准让人碰你的手机。 很久没开车了,我开得很快,心里就像是有一团伙一样,怎么都散不去。 回去后,我给程艳出泡了一杯蜂蜜水,直接给她灌了下去。 她睁开眼,抱紧我的腰委屈巴巴看着我,嘴里吐出酒气,老婆,别生气了。 就突然觉得很委屈,眼泪大磕大磕地落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在别扭什么,明明刚结婚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对方有合适的人,我就退出。 可是现在算什么呢? 就几个月的相处时间,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在意程艳出的一举一动? 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以及对我这段婚姻的看法。 我一气之下,第二天收拾行李,跑回了娘家。 晚上吃饭的时候,程艳出来了,提了好些东西来,我不搭理她,测过身看我的电视。 吃饭也是很快吃完又做回去。 全程没跟程艳出说一句话,她手足无措的样子,让我心里爽了一下。 谁知道,她没生气,我妈倒是生气了。 沈嘉然,你差不多得了哈,就屁大点事儿,两口子过日子,有矛盾多正常啊,我跟你爸还不是吵了一辈子。 我跑回过娘家嘛,那是你娘家远。 嘿,你还来劲了是吧,我女婿多好的人啊,人家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了吗? 你甩什么脸色呀?妈,你别说她了,确实是我不对,我不该去喝酒的,以后我会注意。 男人嘛,养家糊口,应酬难免,妈也相信你。 我不想听他们说话,直接就跑回了房间,扑在我的床上,自己一梦。 其实,我也觉得这次生气得没有道理。 本来周薇也没对程艳初做什么,可我就是觉得不舒服,很不舒服。 我承认,相处这么多个月,我慢慢喜欢上她了。 所以现在对程艳初有极强的占有欲,才会这么在意。 可是,我又不想承认,自己不知道在矛盾个什么劲。 捂着脑袋的时候,程艳初进来了,我撅着嘴,不想跟她说话。 她倒是先开口了,沈佳然,你还留着我这么多照片呢? 我预感到不对,一个鲤鱼打挺起身。 赶紧上前挡在她面前,捂住我的照片墙。 啊,好羞耻,我怎么忘记了这点呢? 身高优势,她伸手抽出一张来。 你还偷拍过我打篮球的时候? 程艳初,我伸手去拿,她还故意往上抬了抬, 我跳起来都够不着。 程艳初,你还给我。 那,给你。 她递给我后,又往后拿了另一张, 课间操的时候,你也拍。 很光明正大嘛。 啊呀,要死了。 扑了过去,然后我们两人摔倒在我的床上。 我在她温暖的怀抱里, 默默把照片拿回手里。 沈嘉然,你脸红了。 程艳初,你的嘴不要,可以捐了。 她直接上手捏了捏我的脸,都是夫妻了,害羞什么。 我做事要咬她的手,然后又不知道怎么笑着凝成了一团。 直到,我妈推门而入,出来吃点水果吧。 此刻,我跟程艳初尴尬地想找个地缝埋起来。 我妈马上改口。 哦,你们继续,就当我没来过。 然后关上了门。 我拍打着程艳初,快起来回家了。 都这样了,我还待得下去个屁。 临走时,我妈神色暧昧,悄悄凑到我耳边, 我很快能抱上孙子了吧。 我咬着牙,牵着程艳初顿走。 回去后,我们俩开了一个坦白局。 把这件事解释清楚了。 程艳初也表示以后应酬绝对不会喝醉, 也会让我来接她。 我也就原谅了她。 临近期末,有一个优秀教师的名额下来。 我和李晴都在认真准备。 自认为工作的这几年,一直兢兢业业, 教学教得好,学生喜欢我, 家长也没有不满意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算是势在必得。 但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李晴突然找到了我。 沈老师啊,我知道你也在申请这个名额。 我突然知道她来找我的理由。 我在这个学校待的时间比你久, 确实很需要这个优秀教师的名额。 我没你年轻,没你嫁得好, 你还有很多机会。 李老师,我们大家靠能力竞争, 工作上的事情, 谁输谁赢都没关系的。 说吧,她掏出一个小盒子塞在我的手上, 沈老师,希望你这次可以让给我。 我直接又塞了回去, 李老师,你别这样。 后来拉拉扯扯中, 李晴突然哭了, 沈老师,我什么都没有你好, 你年轻漂亮, 大家都喜欢你, 还有一个长得好看的老公也爱你。 我呢,什么都没有, 我太需要这个称呼了。 她哭哭啼啼说了很久。 我心乱如麻, 回去找程艳出商量。 我觉得,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这是两码事。 我又何尝不这么觉得呢? 以前我不喜欢李晴, 觉得她各种势力演, 区别对待同事或者是学生。 但是听了她讲这么多, 我又觉得好像她也挺可怜的。 沈家然, 你不是一向见到李晴 就跟缩头乌龟一样吗? 有吗? 在家倒是对我很凶, 一见到她就低眉垂眼的。 程艳出, 你污蔑我。 不是,老婆。 她握着我的手, 我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去争取, 不管结局如何。 可是, 她都这样找到了我, 一定也会去找其他人的, 我的胜算也不多。 输赢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去争取过, 为你自己, 也为你的学生。 你想让你的学生们, 也觉得你是一个锁头乌龟吗? 当然不想, 可是, 没有可是, 沈家然, 我永远支持你去争取, 哪怕最后你说的李晴会去动手脚, 但是咱们无愧于心, 因为一旦这次你妥协了, 以后肯定还会有更多妥协的时候。 我承认, 程艳出说的很有道理, 就像我们一样, 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妥协, 才会注定相遇。 程艳出,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她用我在怀, 我说的可是实话, 老婆, 你都从来不叫我。 叫你什么? 你知道的。 不, 我不知道。 面对程艳出, 我现在根本叫不出老公两个字。 结果出来, 我获得了优秀教师的名称。 办公室大家都在恭喜我。 有几个八卦的同事还悄悄跟我说, 李晴还跑去找了教导主任, 反正拖了挺多关系的。 他们说, 沈老师, 你是个大研究生毕业, 而且本来教学好, 这次怎么也轮不到他呀, 咱们学校一向是凭能力说话的。 是啊, 李晴怎么跟你比呀? 刚好李晴回来, 大家自觉盲着手里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一个办公室的, 闹得太僵也不太好。 于是跟他打了声招呼, 他后来约我去吃晚饭。 在饭桌上, 他才跟我说原来他是怕他老公家瞧不上他, 才这么去争取的。 可是, 我上次见到你老公, 觉得他看起来不像是这样的人啊。 实不相瞒, 我跟我老公也是闪婚, 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很怕他会出轨。 沈老师, 你怕吗? 想到上次周薇的事情, 我摇了摇头, 我对他比较信任。 你还是太年轻了, 我马上三十岁了, 又没生孩子, 工作上好像也不是很好, 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失败。 李老师, 你是人民教师, 怎么还有这样封建的想法? 女性的价值不是靠生孩子来决定的。 礼情耸了耸肩, 可能是我太着急了吧, 想抓紧身边的人。 我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要有信任, 要有尊重, 还要对彼此真诚,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你老公说一说。 他是程序员, 比较忙。 忙不是借口的, 李老师, 我老公也比较忙, 但是两个人一起过日子, 很多话说不清楚的话, 以后也会翻旧账不高兴。 可是, 我不敢。 李老师, 我看你也很喜欢你老公吧, 不然也不会每次聊到他都一脸甜蜜了。 你可以让你老公知道你对他的感情, 就算闪婚又何妨呢, 日久也生情了。 李晴看着我良久, 眼睛里晶莹闪烁, 他举起杯子, 沈老师, 对不起, 以茶代酒, 一切都在不言中。 我突然觉得好像李晴也没那么讨厌了。 回去后, 程艳出正在沙发上办公, 想到刚才对李晴说的那些话, 我扑了过去。 怎么了? 呼吸着程艳出身上的气息, 我抱紧他的腰。 老公, 我喜欢你啊。 他身子僵了一僵。 我继续说, 年少很喜欢, 中间一度忘了, 现在遇到了更喜欢了。 谢谢你, 教我温柔真诚待人。 谢谢你, 教我努力为自己争取。 好像, 我们都在变成最好的那个人。 他拥紧我, 吻着我的头发。 老婆, 我也爱你。 比你想象的, 还爱你。 最后, 我们在浅卷中不断占有了彼此。 后来, 一年后, 我们举办了婚礼。 婚礼上, 程艳出把我偷拍他的照片都放了上去。 我要射死的时候, 视频里又有了他偷拍我的照片。 比我拍他的还多, 甚至还有很多发在朋友圈的一些。 原来, 我一直都不是单向暗恋。 在一年后, 一不小心, 我们有了一个小宝贝, 不是我想要的女儿。 但是程艳出很满意。 毕竟, 以后就有我们两个男人保护你了。 他吻了吻我的眼角, 抱住我。 沈嘉然, 感谢你出现在我生命里, 还给我这么大的惊喜。 我们一起拍了一家三口握手的照片。 程艳出发在了朋友圈, 两个男人守护我们最爱的人。 我回了一个爱心。 三十岁, 有家, 有程艳出, 有孩子, 有了一切。 岁月果真没有亏待每一个原地等待, 静候花开的人。 我们不知, 不知, 不知, 不知,